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新闻中心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 民生不断改善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高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先生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先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继南先生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王孟辉先生 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小伟先生 请他们一起为大家介绍 满足人民新期待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首先呢 先请部长们逐一做一介绍 先请陈宝生先生做介绍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啊 我想用一句客套的话 说一句不客套的话 用客套的方式说一句不客套的话 因为不客套的话是真心话 这就是代表教育部和全体教育工作者 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教育事业发展的记者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七十年来啊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拼搏 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七十年来 我们走过的这个路 可以说 这个教育 走过的历程 波南壮阔 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和我们每一个家庭 是那样的紧密相连 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 是那样的息息相关 这些成就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 叫做从数量看规模 七十年的努力啊 我们已经起了 当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我可以给大家讲三个数 一个数 现在我们有各级各类学校 五十一万九千多个 这是一个数 这是一个数 因为这是我们教育的主要载体 第二个数呢 这是我们现在在校的学生 各级各立学生啊 就两亿七千六百多万 这是我们教育的主体 第三个数 就是各级各立这个专职教师 一千六百七十多万 三个数 我在接待外宾的时候 谈到中国教育规模 我常常讲这三个数 这三个数啊 常常使这些外宾们 耸尖 张嘴 瞪眼睛 眼睛的焦距都发生变化 所以这三个数 能够说明我们发展的取得的成绩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叫做从质量看水平 经过七十多年 七十年来的努力 我们现在啊 这个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已经越上世界 中上行列 我还是 我以这个高等教育为例 也给大家讲四个数 四个百分之六十 一个是 我们国家高层次人才 百分之六十以上集聚在高等教育 高效 第二个 我们国家基础研究和国家重点科研任务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高效承担的 第三个 就是我们国家的重点国家实验室 百分之六十以上建在高效 最后一个 国家科技三大奖 百分之六十以上 分别是由高效获得的 这是重要的综合过力 从质量看水平 第三句话 叫做从结构看功能 经过七十年的努力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功能完善 学科匹配 结构失移的教育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 功能支撑贡献 这七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一个教育 为国家培养了两亿七千万 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各类人才 我们国家新增劳动力 这个中间有百分之四十八点二的人 接受过高等教育 新增劳动力 受教育连线达到了十三年六厘 这是很重要的 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 这是我说第三 第四呢 叫做从开放看影响力 经过七十多年 七十年的努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这个教育对外开放 不断扩大 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主力军之一 主要大 无论从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来看 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 又在不断扩大 基础教育的质量水平和特色 是世界公认的 这个 我们的教材走出了国门 在披萨比赛中啊 每一次我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现在我们国家呢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世界第二的留学目的地区 亚洲第一的留学目的地区 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在不断地提升 我们已经成为工程本科教育 本科就是工程教育 学历资格互认的 华盛顿协议的成员国 就是我们工程教育这一块啊 现在走遍全球它都承认 第五点呢 就是从制度看保障 我们始终坚持 党队教育工作的领导 建立了大中小学 相先接的私政工作体系 和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了支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投入保障机制 我们从2012年开始啊 实现了财政性教育投入 占GDP比重达到4%的目标 从那开始连续7年 达到这个目标 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2018年这一年呢 我们全社会教育总投入 这个4億6千多万 和建国出的 1949年的时候比啊 年均增长13.4% 增长幅度是很快的 教育的投入 用于教育的财政投入 已经成为我们公共财政支出的第一大 这些呢 这个保障制度保障体系 有利的促进了我们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总体来说呢 就是70年的发展啊 确实波澜壮阔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育工作者交出了一份 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的大决 我就先介绍这么一点 下一段的整个班呢 再回答各位记者的提问 谢谢 好 感谢陈宝生先生的介绍 下面有请黄树贤先生做介绍 有请 女士们 先生们 请文件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 向大家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来 某个民政事业 发展的情况 民政工作 关系民省 连着民省 七十年来 民政部门 围绕不同时期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省 发挥在社会建设当中 到底性 基础性的作用 有力地服务了 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决 新中国成立以后 高级民政部门 横转农村 载房 救济 对城市的 残劳 鼓勇 平民 给予生活 救济 对游民 乞丐 进行 手拥改造 幼妇 力士 和 军人 家属 做好 副员 转一 准人 安置 指导 集成 政权 建设 做好 选拳 婚姻 罚 人口调查 民工 动员 行政 许划 受团 等级 屏障 管理 等 工作 民政工作 在 已知 战争 创上 稳定 社会 持续 稳固 新生 政权 推荐 社会主义 改造 和 计则 方面 发挥了 重要的 作用 改革 开放 特别是 党的 十八大 以来 民政事业 取得了 历史性的 发展 和成就 一时 社会 救济 从 临时性的 措施 发展到了 制度化的 保障 建立了 以 最低 生活 保障 为基础的 社会 救助 体系 实现了 与扶贫 开发的 有效 衔接 每年 保障 六千万 左右的 困难 群众的 基本生活 证明 这老 基本 民生 往底 二是 养老 服务 从 面向 困难 老林人 做不 拓展到了 全体 老林人 形成了 以 巨甲 为基础 社区 为 以托 几个 为 捕虫 一样 结合的 中国特色的 养老服务体系 各类养老 机构 和设施 有 17.33万个 全位 735.3万丈 城乡 统筹 的 特工人员 供养制度 已经全面积累 三十 三十 儿童 福利 从 骨 儿 向 所有 四十 无人 抚养的 儿童 留守 儿童 困境 儿童 严审 每年 服务 保障 1400多万 儿童 残疾人 脸相补贴 汇集 1706万困难残疾人 和1193万重度残疾人 四十 省活 污座 流浪 乞 祈讨人员 的 旧咒 从 强制性 手拥 遣送 卷并为 自愿 受咒 无赏 旧咒 平均 美临 旧咒 近 两百万 人次 五四 继承群众 自治制度 被确立为 我国的基本 政治制度之一 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成想受取 总和服务实施 覆盖力 分别达到了 78.8% 和45.7% 转移 社会工作人才的 总量 已经突破百万 注册 志愿者 人数 已经超过 1.2亿人 六四 社会组织 有序 发展 各类 各类社会组织 达到了 83.5万构 慈善事业 从 制法 分散 向 法制化 组织化 规范化 转移 2018年 全国 社会 转移 总额 已经超过了 900亿元 其实 行政 计划 机构 体系 不断 优化 建训 砍建 和连轮 全国 地名 普查 圆满完成 八市 婚姻登记管理 不但规范 近年来 平均 每年 办理婚姻登记 一请 400万对 左右 九市 殡葬改革 持续深化 全国 核化率 达到 50.5% 惠民 殡葬 制度 普遍 建立 实施 党对 民政 工作的 领导 不但 加强 2018年 党和 国家 机构 改革 总 批决 民政 部 显示了 养老 服务 市 儿童 福利 市 慈善 事业 促进和 社会 工作 市 民政 部门的 责能 得到了 强化 民政 民政 系统 全民 从严 治党 向 众生 发展 风轻 激震的 政治 生态 不断 形成 并 加以 巩固 下一步 我们将在 习近平 显示在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思想的 指引下 省月 学习 贯彻 近年 三月 习近平 总书记 对民政 工作的 重要指示 进展 和中央 的 决策部署 可守 民政 为民 民政 爱民 的工作 理念 更好的 旅行 基本 民政 保障 继承 社会 治理 基本 社会 服务 等 支支 为全民 进程 小仿 社会 全民 计设 社会 主义 现代化 国家 做出 更大的 贡献 我就介绍到 这里 谢谢大家 好 感谢 黄树贤 先生的 介绍 下面有请 张继南先生 做介绍 各位 记者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 感谢 记者朋友们 长期以来 对人力资源 社会 保障 工作的 关心 与支持 就业是 最大的 名声 社会 保障 是 名声 的 安全 网 党和 政府 历来 高度 重视 就业 和 社会 保障 工作 特别 市党的 十八大 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 党中央 把促进 就业 摆在 经济 社会 发展的 优先 位置 把社会 保障 体系 建设 作为 实现 共同 富裕的 重要 途径 做出了 一系列 重大 决策 部署 取得了 举世 瞩目的 成就 那么 在就业方面 我国就业局势 保持 长期稳定 实现了 比较充分的 就业 一是 就业规模 不断扩大 就业人数 从1949年的 1.8亿人 增加到 2018年的 7.8亿人 扩大了 3.3倍 同期的人口数 是扩大了 1.6倍 其中 城镇就业 扩大了 27.3倍 近年来 城镇新增就业 我们国家已经 连续6年 超过 1300万人 每年新增的 这个数字 就接近 1949年 城镇的全部 就业人数 那时候的大数 也就是 1500万左右 二是 就业结构 持续优化 城乡就业的 格局 实现了 历史性转变 城镇就业人员的 占比 从1949年的 8.5% 提高到 2018年的 56% 第三 产业就业的 占比 从1952年的 9.1% 提高到 2018年的 46.3% 就业渠道 多元化 就业形势 多样化 不断发展 三是 就业质量 稳步提升 劳动者 职业技能水平 大幅提高 技能人才队伍 发展壮大 职工收入 不断增长 劳动者权益 得到有效维护 同时 中国特色的 积极就业政策 不断丰富完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基本建立 人力资源市场 不断培育完善 在社会保障方面 我国基本建成了 覆盖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网 不断的执密扎牢 一是 纳入保障范围的人员 越来越多 1951年 参加劳动保险的职工数 269万人 现在 基本养老保险 已超过 9.5亿人 失业工商保险的 参保人数 均在2亿人以上 覆盖绝大多数 职业群体 二是 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 基金规模不断扩大 养老 失业 工商 三项基金累计 结余 6.8万亿元 三是 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基本养老金 持续增加 失业工商待遇 稳步提高 服务 更加方便快捷 社会保障卡的 持卡人数 现在已近 13亿人 我们国家 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基本建立起了 世界上最大的 社会保障安全网 2016年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授予中国政府 社会保障 杰出成就奖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取得的成效 下一步 我们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推动实现 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的就业 全面建成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体系 让改革发展的成果 更多 更公平地 汇集全体人民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张继南先生 下面有请 王孟辉先生做介绍 有请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改善民生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具体呢 主要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 显著改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 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 经过长期的努力 我们基本上解决了 近十亿人口的 大国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由1949年的8.3平方米 提高到2018年的39平方米 农村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 提高到47.3平方米 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推进 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和蓬库基安置住房 八千多万套 帮助了两亿多群众 解决了住房困难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住房保障体系 二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城镇化进城波澜壮阔 创造了世界城市市 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城市数量由1949年的132个 增加到2018年的672个 城镇化力由10.6%提高到59.6%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道路长度增加了15倍 建城区的绿地面积增加了19倍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分别提高了263倍 395倍 燃气自来水普及力 分别达到96.7%和98.4% 城市的承载力不断增强 人居环境更加生态宜居 三是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以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 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 大力推进农村微房改造 支持1794万农户改造了微房 700多万建党利卡贫困户 实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 加快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村荣村茂明显提升 推进农村垃圾污水治理 农村人均环境持续改善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6819个村落 列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农耕文明遗产的保护群 四是建筑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建筑业总产值比建国初期 增加了4000多倍 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比重超过7%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地位显著增强 为推动城乡建设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改善了城乡生产生活条件 工程建设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港珠澳大桥 北京新机场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的水平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建筑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成绩 我们倍感自豪 展望未来 我们充满信心 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王孟辉先生 下面有请马小伟先生做介绍 有请 感谢国内外记者朋友们 长期以来 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 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 人民健康是民族参胜 和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构建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把人民健康放到优先发展战略的位置上 推进了健康中国的发展 使我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开始了历史的新征程 七十年来 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 人均期望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七十七岁 婴儿死亡率由千分之二百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一 云产妇死亡率由十万分之一千五百下降到十万分之十八点三 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用比较少的投入 解决了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看病就医问题 可以说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经过七十年不懈的努力 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饭店附近的变化 主要是有几个方面 一是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健全 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高 我们国家建立了覆盖城市的省市 包括县的综合性医疗机构的三级网 建立了覆盖农村的县乡村的三级网 网络的覆盖使全体人民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 社会扮演率的速度也正在加快 而且也占全国总床位的20%多 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总数有99万个 床位达到了840张 卫生系统总的人员数量达到了1231万人 每千人口医生数达到了2.59人 每千人口的护士数达到了2.94人 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卫生投入不断提高 群众看密就医的负担逐渐减轻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达到6.1%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 和人均基本工程卫生服务的经费补助标准 不断提高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在这12年当中 我们从无到有建立起来 本着低水平 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 现在覆盖人口达到了13亿多 参保率稳定在95% 可以说我们用比较短的时间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6% 进入了一个本时期最低的一个水平 第三就坚持预防为主 主要疾病得到了遏制 我们国家开着爱国卫生运动 使城乡卫生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们国家实行计划免疫制度 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 降低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我们国家注意控制重大疾病 使艾滋病 结核病 血系虫病 已该这些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 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 具有一支完整的 卫生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的队伍和体系 成功地处置了非典 H7N9等重大疫情 第四就是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我们国家在一些医学的关键技术领域里 有一些心理突破 产生了一支国际的领先成果 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方法 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在扩大医疗服务供给 改进医疗服务质量 加上医德医丰建设方面 取得了新的进展 全国门急诊总量超过83亿人次 出院量超过2.5亿人次 全力开展了健康扶贫 保障妇女 儿童 老年人 残疾人 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的健康 不断提高卫生健康服务的公平性 五是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推进传承创新 加强中医人才培养 评选表彰国益大使 推进中医的适宜技术 推动中医药在海外发展 第六是拓展卫生国际交流 参与全球健康治理 我们国家累计向71个国家 派遣医疗队队员26000人次 诊疗患者2亿8000人次 我国加强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支持西非抗击埃巴拉出血热疫情 与国际组织有关地区和国家签订 并实施了160多个健康领域的合作协议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的战略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的发展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谢谢大家 好 感谢马晓伟先生 民生领域设计面非常广 而且7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太多可圈可点 所以接下来呢 看看记者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 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提问 好 先请第三排就给你记者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想问那个马主任 就是刚才呢您介绍了 咱们那个卫生健康工作 这70年的进展 然后我们也的确感受到 这些年来 这个就医环境呢 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 进一步解决 看病难 看病贵的这个问题 谢谢 好 我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是我们卫生工作 长期要解决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 应该说呢 总的来讲 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 存在着突出矛盾 使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 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和我们国家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结构分配不合理 优质资源匮乏所形成的 特别是我们国家医疗资源的分配 存在着区域 城乡 医院和血壳之间的不平衡 那么进一步深化一改 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就主要是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 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因此呢 我们啊 在解决这方面 这个问题有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呢 就是稳步地推进国家医学中心的建设 提高各个省的医疗卫生水平 把学科建设抓起来 使各个省都能够解决 自己省内的疑难重症的治疗问题 而不是使这些患者 都到北上广来看病 最近呢 中央省改办通过了 关于建设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指导意见 我们也和四个省 签订了省部共建区医疗中心的协议 这样使着病人的分流 能够从北上广分流到各个省各个区域 这是首先解决第一步区域分开的问题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继续实施县级医院能力提升工程 从2004年 我们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 就推出了万民医生资源农村的工程 就是我们的三级甲等医院 对口资源县医院 我们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县医院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县医院能够把本地区的疑难重症解决好 这些农民得了疑难重症 就不一定就去大城市 而农民一进大城市看病 相当一部分要因病制贫 因病反贫 所以要想解决几亿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就是要把农民大部分的疾病解决在县以内 只有县里才能成为综合学科业务施展的平台 也只有县里的水平提高 才能使农民小病不储存 大病不进城 所以我们就城市的三级加等医院 对抗志愿县 我们现在已经500所县医院 达到了三级医院的水平 下一步我们到2020年 还要推动500个县医院和500个中医的县医院 也能够达到三级医院的水平 第三个做法 我们就是要把区域的医疗机构资源进行整合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大病小病都去大医院 城市农村患者都去大医院 大医院门停若市 小医院门口罗雀 说中国看病难 也难也不难 身边医院有的是找专家到协和看病难 他是这个难 所以说基层医院的水平提不高 人们肯定要去大医院 看病必然是难 所以要加强基层的建设 我们就搞 在城市里搞一连体 大医院带动小医院 在农村我们搞一共体 县医院连接乡镇卫生院 使得县乡一体 乡村一体 把基层的水平能够有所提高 医疗资源能够纵向的流动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看病来就能够大病在医院 小病在社区康复还能回社区 这样我们叫整合型的医疗服务体系 目前整个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 也是这种整合型的医疗服务体系 换句话说 就是不同级别的医院 要实现自己的功能定位 第四个方面 就是推动医保 支付方式的改革 病人的分流和支付方式的改革 支付方式有很大关系 去大医院看病和小医院看病 支付的费用不同 经济杠杆而所发挥的作用 肯定就是不同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推进 支付方式的改革 使得急性病 在急性病院看 有急性病院的价格 外性病 在康复期的病人 在这些医院看 有这些院的价格 比如说在基层看病 报销就要高一些 高级医院看病 报销率就要少一些 初审看病 报销率可能更要少一些 差异性的支付方式 引导病人分流 同时我们最近 三级甲等医院 开始推出日间服务 很多过去需要住院的病人 要在日间来进行手术 这种手术 往往是开展微创技术比较多 痛苦小 成本低 费用低 效果好 我们正在推进 所以我们通过 这四个方面 通过现有资源的利用盘活 来进一步分级疹疗 来推动病人分流 如果这是从存量上来讲 如果说从增量上来讲 我们在这次一改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开展住院医生 规范化的培训制度 我们国家的医生是念五年 然后出去到社会上去 五年出来的医生是医学生 不是医生 毕业生 他不能看病 到大医院大医院水平 到基层医院基层医院水平 他是解决不了 我们再增加三年的 在大医院规范化的临床培训 出来之后 成是个农村的医生 大医院和小医院的医生 水平是接近的 这样我们想在区域内 在城乡 在医院 医生的水平是接近的 病人的流动 这个现象就能够控制住 病人之所以流动 是病人跟着医生走 所以说提供均值化的医疗服务 就是要提供均值化的医生 说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 要从根本上 在医学教育和培养方面 解决医生水平不平衡的问题 在看病贵的问题上 我们主要考虑三个方面 一个是要发展 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们国家现在的医保 刚才讲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 发展的很快 覆盖的很快 但是保障能力有限 特别是对于躺风险 大病风险 经济灾难性的疾病 还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现在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补充保险 医疗救助等等 那解决的重病病人 也就是能解决到70% 不超过也就70%若用 大体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国家 医保现在以市医级为单位的统筹 这个辞质太小 统筹级别太低 到省医级的统筹 辞至深 这样的话能够解决 更好地解决 看病贵的问题 就是筹资水平还需要提高 第二就是商业保险的发展 我们国家商业保险和补充保险发展慢 基本医疗保险是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所有疑难重症 这个经济负担的 即使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也最多就保到75%左右 剩下一定是商业保险和补充保险 这方面我们国家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提高保障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完善药品政策 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四加期的招标和海购扩大 这个也还在推进 就是我们最近呢 就是集中在这一轮改革当中 要把虚高的药品价格降下来 国务院和相关部门采取了有利的措施 来推动这次改革 甚至也可以说是近几年改革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第一个措施就是进口专利药降价 抗癌药通过国家谈判 17种药品降价进入医保 第二就是四加期仿制药的集中招标带量采购 25个品种价格下降了52% 降低了交易成本 特别降低了中间环节的成本 解决药价虚高问题 牵扯到医药产业 牵扯到医疗服务产业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 对我国医药产业的战略重组和良性竞争 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我们加强医院管理 规范医疗行为 改进医德医疯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抓住药品 药价虚高 这个牛鼻子我们要深化改革 解决我们多少年来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掉的问题 同时我们要使各级各类公立医院 积极使用中拼药品 组织好药品的生产和配送 一定不要再出现中标死这种情况 现在从药品配送的和使用的情况看 进展很好 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药品降下所取得的红利 第三个就是加强医院的管理 一个是加强医生的医德医疯教 二是加强行业监督 国务院最近公布了 这个公立院 这个印发的公立院考核的标准 我们的公立院进行考核 推动我国大医院 从规模扩张性 走向质量效益性 从初放式经营 走向机械化经营 从以基本建设为主要的投资方式 转向为提高医务人员 福利待遇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解决看病贵难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资源的盘活和提升的问题 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主要是解决补偿和管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二排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日报记者 技能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技能大会上 中国的选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请问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 推动中国技能人才的发展 谢谢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你对技能人才工作的关心 世界技能大赛也被称作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中国从2011年参赛 当时获得一块银盘 获得一块银盘 那么这次获得了十六金 十四银 五铜 取得了金牌 奖牌和团体总分的第一 历史最好成绩 那么这些成绩的取得 应该说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中国技能人才队伍 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 也反映了我国的产业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做出重要指示 充分肯定我国选手的优异成绩 并对下一步的技能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我们的根本遵循 那么技能人才发展 我认为是立国立企立民的大事 实事好事 对国家来讲 这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重要支撑 对企业来讲 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 对个人来讲 一技在手 终身受益 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保证 那么这一次在中国获奖的选手里头 有四名来自建党利卡的贫困户 也就是说 一人技能成才 全家就能脱贫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推进技能人才工作呢 总的有一个思路考虑 就是呢 聚焦一个目标 坚持三个导向 突出四个加大 聚焦一个目标呢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加快培养 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 也就是说 速度要加快 数量要扩大 素质要提高 坚持三个导向 就是要坚持能力导向 以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能力素质为核心 坚持市场导向 就是要贴紧 社会 产业 企业 个人的需要 坚持问题导向 就是要针对 现在工作中出现的 短板弱项 聚焦问题 导根问题 解决问题 突出这四个加大呢 一个是要加大 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 大家知道呢 我们现在实施 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开展大规模的 职业技能培训 也就是说 用三年时间 使用一千亿的 失业保险金 结余 补贴培训 五千万人次 我们自己称之为 315工程 这个工程 有一系列的 含金量比较高的 补贴和扶持政策 也是个立起 惠名的工程 所以说呢 对企业来讲 有商机 对劳动者 个人来讲 也可以说是有生机 提升发展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呢 关心关注 不要错过时机 二是要加大 技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 重点是健全 技能人才 培养 使用 评价 激励制度 这是发展的关键 要建立 要建立覆盖 城乡劳动者 的终身 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 全力推行 企业的新兴学徒制 建立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 减少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要破除呢 身份 学历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 促进 平等 聘用 和使用技能人才 加大技能人才的表彰力度 鼓励他们成才 总之呢 这个有迫有力 综合失策 能够起到 刚举目章的作用 三是要加大 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力度 职业技能竞赛 尤其对年轻人来讲 是推进技能人才工作的 有力抓手 我们要以赛处学 以赛处训 以赛处贫 而且以赛处奖 要建立呢 以四赛为营领 国赛为主体 基层岗位联兵为基础的 综合竞赛体系 研究举办综合性的 全国技能大赛 这个为技能人才的成长 提供更多的平台 提供更多的机会 同时要筹办好 在上海举办的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努力办成一届 有影响 有心意的大赛 四世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 这些年来呢 党和国家政府重视 技能人才发展的氛围越来越好 但是呢 重学历 轻能力 重理论 轻实践的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和影响 需要加强宣传和引导 正好借今天的机会呢 也诚恳希望各位记者朋友们 关心关注 支持帮助 积极宣传 技能人才相关的政策 积极宣传 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先进典型 积极宣传呢 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共同营造 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让全社会呢 都来关心这场工作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中间第四排 白衣服那位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 凤凰卫视的记者 家家都有老人 人人也都会老 养老问题可以说是 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想请问黄部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咱们在老有所养方面 取得了哪些成就 那么另外下一步 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谢谢 好 我来回答刚才 这位记者同志提出的这些问题 这位记者讲得好 家家有老人 人人都会老 我说还加一句 大家都关心 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老人关心 中林人也关心 中林人关心不仅是 自己会病老 更重要的 他承担着非常繁荣的 养老 孝老的责任 另外孩子们也关心 对奶奶 爷爷 一个很好的养老的 老年生活 孩子们也开心 也高兴 随即大监督关心 那么党中央 国务院对养老问题 更是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推动养老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 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和跨越性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 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 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已经作部形成 我们建立了以具家为基础 受取为依托 机构为补虫 以养想结合的 都城市的养老服务体系 特别是近年来 针对老年人 具家养老需求 这个比较强烈 所以不断地扩大了 具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的改革势力 针对老年人 多样化养老服务的需求 我们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扩大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优化了养老服务的供给 即使2019年6月底 全国各类养老机构 是年底99万个 收取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设施的30万个 养老服务床位 和计735.3万张 其中 超过50%的养老机构 和近40%的养老床位 是社会力量举办的 实行了 从政府为主 承担 向政府 社会 共同发展养老服务的 重要的卷并 二是中国特色养老服务制度 基本建立 国家颁布设施了 老年人全业保障法 连续斗林 将养老服务 在中央层面 先后出台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推进一养结合的 斗向 政策性文件 近年 国务院转门出台了 解决养老服务发展 堵点 痛点问题 扩大养老服务共计 促进养老服务小费的 政策性测试 主要是 要剖除 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 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 我们还讲 复合条件的 一千五百万 和四百万困难老年人 分别纳于了 最底保障的范围 和政府供养的范围 高龄警惕制度 和紧急困难老年人的 服务补贴 盛能老年人的 福利补贴制度 基本 实行了审计 传福盖 已经汇集了 近三千六百万 老年人的 农村 农村留守老年人 关于服务体系 加快建立 就以公共交通 教育 文化娱乐等领誉的 照顾服务测试 也广泛地实施 三是 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不断提审 我们审议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提高 养老院服务质量的 重要指示建成 连续四年 开展提高养老院 服务质量的转向行动 持续加大 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投入的力度 全民诊治 各种养老服务的 风行隐患 努力将老年人 在养老机构 生活的安心 进行虚行 新后颁布了 养老服务机构 服务质量 基本规范 养老机构 等级化分和评定 当然都向 国家标准 和行业的标准 用制度 和标准来保障 养老服务的质量 我们还大力 发展 命向 胜能老年人的 康复 服务产业 还加强 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 养老服务 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 具家 维持重型 是基础 受取是依托 这个依托是老人 活动的重要的长手 也是具家 养老服务的 重要的支撑 以机构为不同 因为到机构里面去 一方面是有些 特困老人 困难老人 另外呢 还有一些 生能老人 半生能的老人 他是必须要到机构去的 还有一些 愿意到 养老机构 养老的老人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机构 也要 建设好 管理好 那么叫一样想结合 就是老泥人 相对来说 生病的都为敌 有的病重一些 所以一样结合 十分重要 我们和危机 我也配合得非常好 正在大力的推进 一样想结合的 这样的一些抽势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个 健全服务体系 扩大服务 共建 目前我们养老服务的 共建是 不能生应老泥人 养老服务 需求的 还有很多不想生应的地方 所以要 大力的 发展养老 共建 为老年 提供 斗肉中斗羊的养老服务 那么 关键还是要提高服务质量 确保 养老服务的 安全 可靠 所以 我们相信 通过各个方面 共同的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 让广大的老年人 拥有快乐 健康 幸福的晚点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好 请继续提论 好 请第一排 这位女记者提论 谢谢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志的提问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想提问 我们的陈宝生部长 我们都知道呢 教育问题 备受外界的关注 那么从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 您觉得哪些方面 最能体现咱们中国教育的 特点和特色 谢谢 好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 凡是从特色特点角度 考虑问题的 都是希望抓悲力性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70年来 在中国教育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变化 是历史性的 那么 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 70年来我们走过的路 有什么特点 什么特色 我想 我想啊 两条 叫做 一块 二公 快 是就速度强 这里的关键词 是跨越 基本方法 是拼搏 是拼出来的 为什么说 从速度角度讲 关键词是跨越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学丁儿童的 毛入学率 只有20% 我们四亿五千多万人口 那个时候 大学生 只有11万 那么经过70年的发展 我们大体上是这样 用了20多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一百多年的 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这是跨越时代 我们用了十几年时间 是高等教育 走完了 精英化 大众化 到普及化 三级跳 今年我们就可以进入普及化阶段 而那个时候只有11万大学生 经过这70年发展下来 大体上是这样讲吧 我们学前三年 儿童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1.7% 义务教育 儿童的进入学率已经达到99.5% 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88.8%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48.1% 这是非常快的 大家知道 今年我们高指百万扩招 扩招一百万 加上自然增长 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 历史性地跨入普及化阶段 这是讲速度 这叫快 第二特点叫功 这个追求公平 是社会主要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是我们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 所以说公认是就价值而言 这里的关键词是均衡 实现均衡的主要方法是倾斜 因为影响均衡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差距 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 校级之间的差距 就是学校之间 群体差距 所以我们达到均衡的主要方法是倾斜 这些年来 在习民同志 维和性的党中领导下 十八大以来 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加大力度 主要是一个是向农村倾斜 我们现在城乡这个学校建设标准 教室的编制 还有深军公共经费的几种定额 还有基础基本教育装备的配备水平 这个四个方面实现了统一 城乡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有99点多的 99.8吧 城乡学校 它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标准化 达到了教学条件 达到了底线条件 这是很大的改善 到农村去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最漂亮的 在设施是学校 还有一个就是向困难群体倾斜 向困难群体倾斜 一个就是向贫困家体倾斜 我们已经建立起了 从小学学前到研究生的资助政策体系 这几年大体上有个十年时间 我们资助的人次 9亿7千多万 就近十亿人接受了资助 资助的金额 一亿4千多万 这是世界级的世界规模 还有一个就是 像困难群体 听力 视力 智力 有障碍的残疾人 他们的入学问题 我们这些年加大力度解决得比较好 现在大体上是三十万以上的人口 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县 都有一所特殊学校 这三类参疾儿童 医务教育阶段 毛孤学率已经达到90%以上 而且已经稳定了多年 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调致 这是下困难群体倾斜 还有一个就是 向少数民族的信息 这些年我们办了很多 新疆班 习藏班 内地班 还有少数民族 培训班 在民族地区 专项的招生计划 这已经搞了多少年了 总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八十多万 八十二万多 促进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试试了像空南地区 贫困地区高等教专项招生计划 四十七万八千多人已经招了 就是让我们贫困地区的人能够上优质高校 这个计划很受老百姓怀疑 所以这叫公 所以我说 如果说用最简洁的语言说 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就是 一块二公 快是讲速度 所以这个关键词是跨越 公是讲价值 关键词是均衡 中国教育将沿着这样的路子 继续发展下去 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就是我们总的目标 办好建设教育强国 我们现在已经是教育大国了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里我说两句 人民满意的教育 不是人人满意的教育 人人满意的教育 我想谁也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汇集 汇集到每一个成员 每一个学生 让他们通过学习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创造他们的梦想 这是我们的下一步要走 我想我们的教育 会走得越快 越稳 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后面蓝衣服的那位女记者提问 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部长好 我是来自澳门澳亚卫视的记者 那么我的问题呢 是想提问我们这个住建部的王部长 那么能不能请您 为我们介绍一下 70年来我们在住房保障工作方面 取得的一些成就和进展 那么下一步还有哪些考虑 或者说是计划 谢谢 好 谢谢你对我们住房保障工作的 关注和关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们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 不但完善 保障能力也显著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 大家知道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实行的是 福利的住房分配制度 那么这样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住房供应 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住房短缺问题也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 才是6.7平方米 也就是说比建国初期还要少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呢 我们积极地探索推进 城镇住房的制度的改革 1994年呢 国务院做出了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就是房改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同时呢 加快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 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到了2007年 全国建设 连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等这些保障性住房呢 一共是1000多万套 2008年开始呢 我们国家开始了 大规模实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到了2018年 全国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还包括棚改安置住房 一共是7000多万套 同时呢 还有2200多万困难群众呢 领取了公租房的租赁补贴 也就是说 我们帮助了约2亿群众 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全国开工建设的 各类保障性住房 和棚改的安置住房 有4000多万套 那么汇集了 1亿多住房困难的群众 那么到现在呢 应该说城镇的低保 和低收入家庭 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新市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呢 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 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也不断增强 下一步呢 我们将加快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 和住房市场体系 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 特别是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而实现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的这个目标 主要呢 想做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呢 进一步地做好 公租房的保障工作 我们将健全公租房的 申请 能候准入 退出 这些工作机制 逐步推广呢 政府购买 公租房的营运管理服务 不断地提高呢 公租房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二项工作呢 是大力发展和培育 住房租赁市场 我们将总结推广 十二个市点城市的经验 落实各项支持的政策 增加租赁住房的有效供应 着力解决新市民 这些群体的住房问题 第三呢 就是因地制宜的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我们将总结 北京上海 共有产权住房 试点这个经验 鼓励呢 人口流入大 房价比较高 那么这些热点城市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第四呢 就是稳步地推进 城镇棚屋的改造 我们将坚持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重点呢 改造老城区内呢 脏乱差的棚户区 和国有工况区 林区 肯区的棚户区 加大配套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 严格的工程质量的 安全的监管 加快工程进度 和分配入住 让群众呢 能够早日住上新居 谢谢你 好 我们发布会 已经进行了快90分钟 要不我们最后 一个提问机会 今天还来了 很多外国记者 看看外国记者 有没有提问的 好 左边 第三排 那边难记者 你好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 一个关于就业的问题 想要提问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受国际局势影响 中国经济面临相大的 这个下行压力 然后 李克强总理不久前 他在接受了 苏州媒体的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也有提到说 能保持6%或以上的 这个GDP增速已经算是 很不容易了 所以想请问张部长 经济下行 目前对就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请您谈谈 谢谢 谢谢你对就业问题的关心 就业实际上是个国际性的问题 当然中国的就业更引人注目 14亿人 9亿多的劳动力 就业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但是呢 就业的发展状况 既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也取决于呢 经济发展的结构 那从中国来讲 中国的就业数量大 但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大 市场大 尤其这些年 第三产业发展迅猛 容纳的就业的量 再扩大 创业创新活跃 新的就业形态蓬勃发展 这些呢 都对保持就业稳定 具有良好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 制度优势 在党领导下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针对今年的就业形势 中央把稳就业放在了六稳的首位 各地区各单位形成合力 企业和劳动者自强不息 总体中国的就业形势 保持了稳定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主要表现 一是就业的主要指标 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到八月份 城镇新增就业 九百八十四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的 百分之八十九 八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是五点二 低于五点五的控制目标 二是呢 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 第二季度 人力资源市场的求人倍率 是一点二二 市场供求 继续保持总体平衡 三是呢 像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等这些重点群体的就业 相对也是稳定的 这个刚刚陈宝生讲 这个教育的发展状况 我们今年 大学毕业生 八百三十四万 创新高 那他们的就业 目前情况来 各部门 相关部门 合作的情况 就业和去年的水平 也保持平稳 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呢 这个新的影响性因素呢 在不断在增加 那么对就业呢 也有不少的挑战 但是根据我们中国的情况 我们还是有信心做好就业工作 主要考虑 要体现一个突出 做到五个加力 这一个突出呢 还是中央强调的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把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 作为区间调控的下限 强化各方面的重视 支持 形成经济发展 和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这个导向作用 五个着力 一是要着力推进 为企业减负 稳起稳岗才能稳就业 在三个字上做文章 降反补 降就是降低社保费率 今年预计 社保降费率以后 全能能 降费能超过三千亿 反 就是对不裁员 少裁员的企业 加大 原企业港的补贴力度 补就是对于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 给予社保补贴 贷款贴息 有一些具体的相关的政策 二是着力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对就业是有倍增效应的 我们将加大 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落实 提供税收减免等相应的措施 鼓励创业 三是着力抓好 职业技能培训 这是解决我们就业当中的 结构性矛盾的有力举策 现在是有事没人干 又有人没事干 那么现在说到这个 刚才介绍的国家职业能力 提升工程 315工程 就跟这个职界有关 四是着力提升 就业服务的水平 从年初开展 针对农民工的春风行动 到现在还正在进行的 对大先生的秋季专项行动 累计以组织 各类招聘会四万余厂 提供免费服务 超过了五千万人次 下一步还将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武士着力 兜劳民生的底线 就是对就业困难人员 一对一帮扶 对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对失业的人员及时发放 失业保险金 保证他们的生活基本需要 总之 我们将全力以赴 把就业工作 做实做好 做到位 谢谢 好 其他几位部长 结束以前 还有没有要补充呢 没有 好 那再次感谢五位发布人 也谢谢大家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好 感谢收看这次的全美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